您好 我是Amy 是佳和的其中一个辅导员 今天很高兴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残职人士和他们的精神健康 首先 当任何人有身体上面学习 或是发展或是任何一种的残职状况的时候 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东西 很多时候反而会忽略了他们的精神健康 可是这个可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精神健康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关的 有精神健康问题很多时候会让本身的残职状况变得更严重 然后也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 同样的 有残职的状况也会增加有那个精神健康问题的风险 研究已经显示有很多的因素跟这个关系是有关的 譬如说 那个人本身对残职状况的一种收持的感觉 或是感觉很无力 绝望 或是很无助的感觉之类的 然后他们每天也必须要面对比平常人更高一点的压力 还有就是外面和社会对他们的一些误解和标签 还有一些生理的因素 譬如说脑的分泌等等 只是抑郁跟焦虑都是两种比较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 抑郁的状况包括是 情绪低落 然后吸去了兴趣和喜悦感 没有动力跟没有力量 有时候会感觉很无助无力 再严重一点也有可能会有自我伤害的一种倾向或是冲动 而焦虑的那些状况就包括恐慌 不安 担心和害怕等等的这一些感觉 还有就是会影响睡眠和胃口 也会没办法集中注意力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面的状况 譬如说肌肉绷得很紧啊 头痛或是肚子痛等等的 再严重一点也有可能会有panic attack 这个就是呼吸和心跳会很快 流汗手抖或是晕倒等等的这样的状况 那如果你认识身边有人是残职人士 然后你非常关心他们的精神健康 其实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帮忙的哦 第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多一点关心他们 然后也可以留意他们有没有 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危险因素 在适合的时候 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寻找一些社区的资源 可是不要常迫他们一定要用哪一些资源呢 记住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点勇气跟时间 去承认自己其实正在面对一些 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在适当的时候 也可以遭遇他们关于精神健康的一些知识 可以帮助他们更了解自己 更了解一下 其实自己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 记得要采取一个非批判性和支持的态度 这个可以帮助和告诉他们 其实有残职和有精神健康问题都不是需要觉得收取的事情 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多用一个正面和开放的态度跟他们聊天 这个可以帮助他们比较愿意站出来 然后比较愿意去寻找帮助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想要强调的是 就是残职和精神健康问题都是需要正视的 逃避和启示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如果你或是身边的人正在面对这一方面的问题 请你随时沦络我们 或是去找其他的正业人士帮忙 好